首先来关心地方上交通的问题 新店建国路与复兴路口 设有左转建国路的机车带转区 但由于带转区划设在人行道凹槽 而且又被电感电箱挡住 因此不少机车骑士干脆直接骑上人行道 再转停带转区 而人行道旁又划设了机车阁 使得行人闪避机车的危险景象经常可见 当地理长早在两年前就向有关单位反应 但是却拖了两年 直到新北市议员廖小青积极的处理 终于获得了解决 即使是在非交通尖锋时段 新店复兴路与建国路口 车流量仍相当的大 为了保障机车骑士的安全 在这个路口设有左转建国路的机车带转区 但是看看带转区所划设的位置 是在人行道的凹槽处 而这当中又有电箱电感挡住 使得机车骑士往往都是直接骑上人行道 再转停在带转区 当地理长就说 经常看到行人为了闪避机车 显向还生 到了上班时间跟下班时间 那个机车量特别多 但我们的带转区的这个空间 真的很小也有限 再加上那个军备局的用地上面 有画了一些机车停车格 那当然机车停车格是有 他们的机车组的需求 那但是造成了什么 机车很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用路人 要走在人行道上就要钻来钻去 年轻人可以钻 老人家甚至行动不方便 坐轮椅的要到医院 要过这边相当的痛苦啊 中校里里长李约翔指出 这个带转区的问题 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反映过 但会看多次 始终无法获得妥善处理 因此新北市议员廖小青 接获陈勤后 了解由于此处牵扯到军方用地 携请立法委员罗志正 共同出面协调 我们请国防部来同意 协助这个土地能够拨用给 地方政府来配合当地交通的 一个改善计划 那国防部这边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就是希望市府这边 能够更积极一点 来提出一个声波的需求 经过了多方商讨 初步决议会由新北市公务局 提出声波 同时交通局会先针对一旁的机车格 先行图销 让人行道空间更宽裕 另外包括各管线单位 也都会一并配合进行 电箱电感机线路的迁移 机车格这里交通局 今天也有来线刊 那事实上也可以先涂销 等到整个一致过后了 剩下有多少空间 可以再利用再处理 我们会再 开一个类似的 整体的规划 包含有管线 五大管线 或者是有些人 还有这边管线在使用的 我们也会做一个 整体的规划之后 提出大家各有的需求 然后做改善 让市民有一个行的空间 机车族 带转区 有一个方便 不会造成交通事故的路口 此外 里长李月祥建议 重新调整交通耗制的时间 避免让行人在穿越 复兴路时 与建国路 左转的车辆有所冲突 复兴路 这个路口 这个建国路口 只要绿灯 行人就专用耗制灯 也是绿灯 所以常常就是我要过路 他要右转 他要左转 所以这个方面 我是希望 我也是建议 交通局如果方便 可不可以能够给他们一个 专用行人的一个实相 就像我们的同仁医院 你给他个30秒 不要让人车在那边争到 拖了两年的机车代转区 改善问题 终于在各单位 齐聚 民意代表积极的协调下 获得了解套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